第101章 莫霜 被打 耿己花在迪九的住处徘徊一天了 只是迪九一直没有开门 她也不敢去敲门 加入星河派的那种欣喜 此时在耿己花脸上再也看不到半点 这已是她来到星河派的第四天 前面三天她都去听课了 回来她也接连尝试着修炼了三天 三天过去 她不要说通过哪一种方式修炼星河觉 就是灵气都感受不到 直到这个时候 耿己花才确信自己真的是垃圾自制 因为那受到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星河觉人人都可以修炼 哄 焦急徘徊的耿己花终于感受到了 迪九的屋子发出一声震动 她赶紧走到门口侧耳倾听 又是过了足足小半个时辰 迪九的门忽然打开 耿己花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迪九疑惑地看着在门口徘徊的耿己花 九哥 我完蛋了 耿己花哭嚎一声抓着自己的头发 神情焦急颓废 迪九心情确实不错 三天时间 她的修为直接落在了炼气四层 不过到了炼气四层后 她的修为开始上涨 也就是说 她的真元压缩到了极致 不会继续压缩了 此刻她的神念释放出去 比当初炼气七层要强大一倍都不止 这种进步 只有迪九自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怎么回事 近来再说 迪九虽然肚子有些饿 她还是打算先帮了耿己花 九哥 我不能修炼 我是个费灵根 耿己花一进入屋子 就焦急地说道 语气都差点要哭了 迪九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御长老 耿己花不能修炼 她也解决不了 那御长老将他们破格招收进来 人却不见了 按理说 御长老将耿己花招收进来 肯定会有办法让耿己花修炼 才是 找到唯一的熟人 将内心的交集说了出来 耿己花似乎安稳了许多 将这几天上课听的东西全部说了 又说了 自己按照受到师父做的 根本就吸收不了灵气 等等 迪九忽然想到自己修炼的方式 己花 你说第三种方式 只有星河 老祖一个人做到了 那受到老师有没有说过 第四种方式修炼星河觉的 耿己花摇了摇头 没有 当时她说 第三种方式修炼都不可能出现了 因为极业大陆应该不会再出现 能通过第三种方式修炼的天才 迪九皱起了眉头 她肯定自己修炼星河觉的方式 不是第三种 第三种是在运转星河觉的时候 体内形成一道虚幻星河 星河过滤灵气后 再进行周天运转 而她修炼星河觉的方式 是体内形成一道虚幻星空 星空过滤灵气后 形成周天运转 迪九在愚顿 星河和星空还是分得清楚的 一个星空可以存在无数星河 可以浩瀚无边 而星河只是在一定范围之内 终究有一个编辑 她修炼星河觉后 体内形成星空 可不仅仅是她自己的胆观 而是有一种内心深层次的直觉 那就是星空 九哥 我怎么办 耿己花说话的声音 打断了迪九的沉思 迪九站起来拍了拍耿己花的肩膀 你不用担心 还有三年时间呢 以后我会接一些任务 出去寻找修炼资源 你就跟在我一起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会帮你寻找 怎么才可以修炼的方法 迪九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 在修炼了星河觉后 她需要的灵气恐怖到 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继续留在这个偏僻的屋子 修炼 修炼在多年 恐怕也只能停留在炼气中期 想要跨入更高的层次 她必须要去寻找修资源 我听九哥的 耿己花现在是六神无主 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迪九很是无奈地说道 己花 你好歹也是一个男人 不要什么事情都六神无主 做事有自己的主见 还有 我做主将你名字改了 以后就叫着耿己 花字去掉 哦 耿己欧了几下 似乎有什么话要告诉迪九 却又有些不大敢说 一般 有什么话直接说 以后别吞吞吐吐 犹犹豫豫 迪九觉得耿己实在是太老实了 这样再修真戒可不行 是 耿己小心地说道 前天紧莫双师姐被人打了 迪九医症 随即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耿己 你说莫双师姐被人打了 怎么回事 在她的印象里面 紧莫双还是很善良的 而且非常聪明 以她这种聪明的人 按理说不会惹事 才对 前天上完课后 受到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结果没有人能回答得出来 后来受到老师 又拿出一个储物袋说 如果谁能回答出他提的问题 这个储物袋就是他的 后来莫双师姐就站起来 回答了这个问题 迪九打断了耿己的话 你说这么多人都回答不出来 只有莫双师姐能回答出来 是什么问题 耿己又开始抓头发 想了好一会才说到 那个问题很复杂 我也没有听明白 好像是修炼心和绝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办之类的 迪九知道 以耿己的大脑袋 估计是很难解释清楚了 只好问道 是不是有人基于 莫双师姐的储物袋 故意找查 耿己答道 我估计应该 是的 受到结束后 我回来的途中 正好看见两个师兄 拦住了莫双师姐 有一个师兄 拿出了三枚灵石说 要购买莫双师姐的储物袋 莫双师姐说不卖 他就说 既然不卖 那就把零食还给我吧 我在一边亲眼看见 那个师兄 没有将零食给莫双师姐 而是自己偷偷收了起来 迪九的脸色难看起来 这种事情 连他在 纪国横行街头的时候 都不会做 后来他一巴掌 将莫双师姐 打飞出去多远 还骂着丑八怪 抢走了莫双师姐的储物袋 似乎又从莫双师姐的衣袖里面 搜出了三枚零食 耿己说完后 赶紧又补充一句 道 我本来是打算去帮忙的 结果他们走得太快 迪九一看就知道 耿己没有感动 他哼了一声说道 耿己 我知道你胆子小 如果你继续这样 胆子小 以后 就别跟在我后面 大丈夫做事 不要畏投畏畏 否则何必出来 休闲 耿己听到迪九的话 有些严厉 赶紧说道 九哥 我下次遇见这种事情 肯定会立即冲上去 迪九无语地说道 也不是让你遇见这种事情 就冲上去 你要看对象 当然 也要分地点 这里是星河派宗门里面 那几个人胆子在打 也不敢杀了你 你当时出去 就算是被打一顿 那两个家伙也会心虚 如果是在宗门外面 遇见这种事情 就要看情况再说 是 九哥 我知道了 耿己也有些懊恼地说道 九哥说得对 有恩不报 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莫双师姐对他 可是有大恩的 不是莫双师姐 他哪里能进入星河派 至于御长老 是不是因为锦莫双的面子 才招收 他和迪九来星河派 他可想不到那么多 走吧 迪九哼了一声 去哪里 耿己下意识地问道 迪九带着杀气说道 自然是去找那个 打了莫双的师兄 他以为莫双刚进入宗门 就好欺负 那是瞎了 狗眼 耿己下意识地就要退缩 好在他想起了 刚才迪九说的话 一拍胸脯说道 好 我耿己就是被打死了 也要为莫双师姐出头 打不死你 迪九对耿己 实在是无可奈何 一个强紧默 第102章 打抱不平的师兄 那是莫双师姐 在经过一片外门 弟子居住区的时候 耿己突然叫道 不用耿己说话 迪九也看见了紧默霜 在这片外门弟子居住区的 大片空地处 紧默霜正 有些紧张地站在这里 这里除了紧默霜 至少还有二三十名外门弟子 九哥 还有抢了莫双师姐 储物袋的那个家伙 也在 就是那个穿黄衣的 咦 那个被抢的储物袋 好像挂在了中间 耿己总算是开窍了一些 不再叫那个 抢了紧默霜 储物袋的家伙师兄了 走过去看看 迪九立即走了过去 在这片空地当中 一个储物袋被挂在中间 除了这个储物袋 还有一小堆零食 迪九略看了一下 至少有三十多枚 在这一小堆零食边 还有几个玉瓶 陶师兄 这是我身上所有的东西了 我不应该抢买 莫双师妹的储物袋 师兄 但有责罚 我全受了 那名身穿黄衣的修饰 恭敬地说道 语气中透露出惶恐不安 一名身材高大 头顶留着修饰剂的男子 走了出来 他对那黄衣修饰怒喝一声 滚一边去 你这种垃圾留着我星河派 就是我宗门的耻辱 这名身材高大的男子说完后 对抱拳对周围拱了一下手说道 我星河派讲究的是团结 有爱 乔萨 作为一个练弃三层的修饰 公开抢夺一名 刚刚加入宗门的外门弟子 可惜我不是宗门执法人 如果我是宗门执法人 我早就让这种败类 滚出星河派了 现在我将乔萨的东西收回来 然后归还给黄双师妹 至于那些零食和丹药 就算是赔偿黄双师妹的费用 陶师兄威武 周围的修饰一起鼓掌 语气中带着尊敬 敌九 看见这一幕 还真有些愣神 星河派的弟子 居然如此正义 还在意一个刚入门弟子的东西被抢了 被称为陶师兄的男子 对周围点点头 这才转头对锦默双说道 默双师妹 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 锦默双赶紧一公身 多谢陶师兄元首 我刚刚入门 这个储物袋就送给陶师兄吧 敌九更是不懂地看着锦默双 锦默双刚刚进入宗门 也应该知道一个储物袋的价值啊 本来就是他的东西 为什么要随随便便送给陶师兄 陶师兄哈哈一笑 拍了拍腰间的储物袋说道 我如果要了默双师妹的储物袋 众多的师弟师妹 还以为我欧阳桃 是为了这个储物袋来的 默双师妹就不要为难我了吧 再说储物袋我自己也有的 锦默双再次一世里说道 那我就将我的储物袋拿走吧 别的东西我不敢要 说完后 锦默双就要上前拿储物袋 不等锦默双拿到储物袋 欧阳桃已经将零食和两个玉瓶 全部装进了储物袋 又将储物袋送到了锦默双的手中 默双师妹 不用担心 我星河派虽是一个二流宗门 但是大家都有爱护住 那就多谢陶师兄了 锦默双手一顿 还是将储物袋收了起来 又感谢了一声 好了 大家散去吧 将来各位师弟师妹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去寻找我 欧阳桃 欧阳桃一挥手 说话的语气带着一种真挚 诚恳 多谢陶师兄 众人一起感谢 耿挤搓了搓手 九哥 这个陶师兄真是好人 这才是我星河派真正的师兄啊 第九开始 也以为欧阳桃是一个和他一样 来 真正帮助锦默双的人 毕竟锦默双被毁容了 也没有什么后台 不过他的神念 落在锦默双身上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锦默双在收起储物袋的时候 手 有些抖 而且他的神念 感受到锦默双 很是紧张 甚至可以说 很是害怕 不仅如此 锦默双从始至终 都没有抬头 看过周围的情况 拿了储物袋后 离开的脚步 也有些凌乱 按理说 储物袋要回来了 还多了几十枚零食 锦默双会很高兴 才是 耿紧 你先回住处等我 我出去转转再回来 敌九多次经历生死 哪里不知道 锦默双心里有事 如果是一般的人 那也就算了 锦默双为人善良 还帮了他几次忙 如果能帮到他 敌九不介意帮锦默双一个忙 好 耿紧一根肠子 根本就不会想到太多 众人散去 敌九家在锦明修士当中 故意叹了一口气 默双师姐也是运气啊 居然能得到一个除代 还能得到陶师兄的帮助 什么时候 我也有这种运气 能回答 出来大家都不会的问题就好了 走在敌九身侧的一名 细眼修士 嘿嘿一笑 你就别想了 那个问题 迅士每次受到的时候 都会问一下 到现在为止 只有默双 师妹回答出来了 可见想要好的运气 也要有好的天赋才行 每次都问 敌九 没有继续询问下去 他感觉这件事有些古怪 敌九现在神念强大 他漫不经心 远远掉在锦默双后面 锦默双的住处并不偏僻 也是在一个外门弟子的居住区 他的灵根虽算不上多好 比起敌九和耿吉来说 自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所以 居住区也比敌九和耿吉要好一些 等锦默双进入屋子关上门后 敌九在外面等了好一会 确认没有人跟踪过来 这才落在了锦默双的屋子后面的 角落处 给自己来了几个隐秘静止 他现在是一个四级阵法大师 哪怕实践的还很少 这随手打出来的隐秘静止 在这外门弟子的居住区 估计也没有人能看出来 隐匿好自己后 敌九的神念就落在了锦默双的房间中 锦默双手中握着橱带 坐在床上有些发愣 敌九却有些吃惊 他这个时候才察觉到 锦默双身上的灵气波动 按照他的理解 锦默双至少是一个练起一层的修士了 锦默双进入星河派才几天时间 就练起一层了 这修炼的速度要多快啊 他可不相信锦默双和他一样 也获得了那种逆天的灰色石头 这种修炼速度 真的是三菱根 莫非锦默双有秘密 被欧阳桃知道了 欧阳桃这才要接触锦默双 莫约过了大半个时辰 敌九还没有看见那个欧阳桃过来 他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 就在敌九打算进入锦默双屋子打招呼的时候 一道影子突兀地出现在了敌九的神念中 影子速度很快 转眼就来到了锦默双的屋子外面 是那个欧阳桃 敌九立即就认出了来人 他没有判断错误 欧阳桃就锦默双 肯定有别的原因 欧阳桃敲了敲门 声音柔和地叫道 默双师妹你在吗 敌九的神念清楚地看见锦默双的手 微微一抖 随即他就恢复了平静 将储物袋挂在了腰间 然后迅速几步将门打开 当他看见是欧阳桃的时候 眼里露出惊喜说道 欧阳师兄赶紧请进 欧阳桃没有进屋 反而是站在门口说道 默双师妹我就不进去了 后天我和王岐师妹 月池师弟一起去怒风领试炼 你也一起去吧 可是我才加入宗门 根本就没有修为 锦默双有些惶恐地说道 欧阳桃一摆手 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你修为低 才更要去试炼 当年我也是这样 跟在平师兄后面在怒风领试炼的 唉 宗门大了 终究有些人品行不好 你又有一个除代 我只希望你能快点 买入练气中气 那个时候 乔萨这种垃圾 应该不敢对你怎么样了 很显然 欧阳桃的意思是 想要帮助锦默双 快点提升修为 让锦默双 可以保住自己的东西 呀 锦默双惊喜地压了一声 随即躬身失礼道 多谢欧阳师兄 我明白师兄的意思 师兄总不能时时刻刻 都留在宗门里面 那我明天准备一下 后天和师兄师姐们 一起去怒风领 好 我先走了 后天我们在任务大殿等你吧 走之前 我们顺便借一个怒风领的宗门任务 我们星河派的积分最重要 这次如果能弄到一些积分回来 师妹修为提升会更快一些 欧阳桃又说了一句后 这才转身离开 欧阳桃走了后 狄九没有打算继续和锦默双说话 他正准备去跟踪欧阳桃的时候 看见锦默双快速收拾了一下东西 然后走出了屋子 沿着欧阳桃相反的方向迅速远去 锦默双去哪里 狄九并不在意 他很想知道欧阳桃 算计锦默双是什么意思 锦默双只有一个储物袋 如果是想要除袋的话 之前锦默双就给他了 但他没有要 如果说喜欢锦默双的话 那狄九自己都不相信 欧阳桃住在哪里 狄九根本就不清楚 他跟踪了大半个时辰后 发现欧阳桃进入的 似乎也是一个外门弟子 普通住处 在狄九看来 欧阳桃的修为 应该是在炼气后期了 按理说不会住在这种垃圾地方 才是 当狄九的神念 落在这个屋子的时候 他有些看不懂了 屋子里面竟然有乔萨 乔萨不正是 抢了锦默双楚无怠 然后被欧阳桃 教训的家伙吗 第103章 两个小蚂蚱 桃哥 这个女人 丑是丑了点 那身材可真是好啊 乔萨黑黑一笑 语气中带着一些猥琐 欧阳桃一摆手 别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这次是壁后 我必定会和我书也说 让你加入何金峰 还有你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 乔萨赶紧说到 已经调查清楚了 锦家不过是一个小家族而已 家里也没有什么修正者 倒是锦家家主锦耀 在横一国 做了一个外事令 所以锦耀还算是有些地位 那锦耀也是锦默双的父亲 锦默双因为长得丑 性格不好 哼 不得锦耀的欢喜 锦耀更喜欢她的两个姐姐 锦默雪和锦默冰 她还有两个姐姐 欧阳桃倒是压抑地问了一句 乔萨答道 是的 她两个姐姐和她关系非常差 听说连话都很少说 嗯 欧阳桃点点头 过了一会又问道 那她在星河派 还有没有熟悉的人 倒是有两个 听到锦默双在星河派 还有熟悉的人 欧阳桃不等 乔萨将话说完 就急切地问道 是哪两个 乔萨明白欧阳桃的意思 嘿嘿一笑说道 桃哥不用担心 是两个无关紧要的家伙 一个叫笛九 一个叫耿挤花 这两个家伙林根很差 本来根本就进不了宗门的 那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那天狱长老 打赌赢了 灰长老 心情很好 正好遇见这两个家伙来测试 这两个家伙 又正好认识锦默双 所以狱长老就随口说了一句 让这两个 走了狗屎运的家伙 加入了星河派的外门 听到乔萨的解释 欧阳桃松了口气 随后又说道 等这边是B 找个机会 做掉那个笛九和耿挤花 桃哥放心 两个不能修炼的家伙 你不说 我也会找机会干到他们 乔萨音音的一笑 笛九听了心里 大怒 这两个王八蛋 如果他不来听一下 欧阳桃低头疑了一声 乔萨赶紧问道 欧阳桃冷哼一声 看样子这个女人有些怀疑了 她居然去任务大殿 接了寻找天通花的任务 应该是想要逃 乔萨 你马上去接怒风铃的任务 既然她一天都不想等 那就成全她 好 乔萨迅速推门出去 外面笛九看得清楚 应该是去了任务大殿的方向 乔萨走后 欧阳桃也是迅速离开 笛九看她去的方向 正是离开宗门的地方 这次笛九没有去跟踪 本来她只是想要调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想要对锦莫双不利 现在欧阳桃要杀她 她可没有半点要避让的念头 要她的命 自然是拿命来换 离开宗门 如果时间长的话 就必须要有借口 笛九同样打算去接一个任务 笛九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耿紧门口 拍了几下叫道 耿紧 你立即去宗门外面等我 说完这句话 笛九根本就不等耿紧回答 就急匆匆地跑向了任务大殿 笛九刚刚走进任务大殿 就看见乔萨从任务大殿走了出来 看样子 她接到了怒封岭的任务 我接109号任务 笛九根本就没有看任务是什么东西 只是看了一下任务后面完成的期限 109号任务后面完成的期限是半年时间 她出去做了乔萨和欧阳桃之后 最好在外面多带一段时间回来 听那欧阳桃说 什么书爷还能让乔萨去什么合金峰 看样子地位不低 她还是小心点为好 你要接109号任务 任务大殿的女修惊讶地看着笛九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笛九语气有些冲地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 本来还想告诉一下笛九这个任务 很危险的 听到笛九这种语气 那女修毫不犹豫地说道 身份牌拿来 我帮你登进 笛九交出身份牌 那女修看了一下笛九的身份牌后 更是无语地摇了摇头 区区一个刚刚入门的外门弟子 居然敢接千福宝的任务 这是去找死吗 笛九之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任务牌拿到后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他担心时间长了 追不上欧阳桃 九哥 我来了 笛九一到宗门出口的地方 就看见了等在那里的耿挤 我接了个任务 一起出去做任务 弄点宗门 积分 回来兑换临时修炼 笛九一拍耿挤 耿挤不明白什么意思 加快几步走到笛九身边 笛声说道 九哥 我刚才看见那个乔萨了 他急匆匆地往那边走了 说完 耿挤还折指广场 外面的一个方向 我知道 我们去找乔萨 麻烦 笛九加快了脚步 乔萨和欧阳桃 显然没有想到 会有人跟踪他们出来 笛九和耿挤一走出广场 就看见了会合在一起的 欧阳桃和乔萨 九哥 那个欧阳桃很厉害 耿挤看见笛九带着他 跟着欧阳桃和乔萨 有些担心地说了一句 他们去追杀莫双师姐 就是厉害 我们也要追上去 笛九哼了一声 耿挤立即点点头 对 绝对不能让他们去追杀莫双师姐 耿挤胆子不大 不过人倒也是有些气感 在笛九有意的暴露下 在离开宗门不远的地方 他和耿挤就被欧阳桃发现了 桃哥 我们为什么不用飞行法宝追 见欧阳桃走了半天 也没有寄出那个飞船法宝 乔萨 有些忍不住问道 飞行法宝 很多练气圆满的弟子也没有的 甚至一些刚刚跨入驻基期的内门弟子 也不一定有 欧阳桃有一个飞船 那是因为他的书爷 欧阳木飞是合金峰峰主 欧阳桃音音的一笑 有两个蝼蚁要受死 竟敢跟踪我 我就将他们带到偏僻的地方 埋了 有一个家伙是耿几话 乔萨也发现了后面跟踪的两人 欧阳桃点点头 看样子另外一个人应该是敌九了 这两个家伙 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会不会发现了 我们是去跟踪紧摩霜的 乔萨疑惑的说了一句 不管是不是 过一回就知道了 欧阳桃加快了脚步 他们发现 我们了 看见欧阳桃加快了脚步 换了一个方向 敌九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至少欧阳桃 不会突然用飞行法宝 飞走 仅仅大半个时辰过去 欧阳桃就失去了耐心 在一处小山包后面 拦住了敌九和耿几 九哥 他们早就发现我们了 耿几后知后觉 被拦住后 这才惊醒过来 乔萨 去将这两个小蚂蚱的腿削了 然后拎过来 欧阳桃根本就没有打算自己动手 乔萨领会欧阳桃的意思 他同样没有将敌九和耿几看在眼里 手一张 两道锋刃就丢了出去 在他的眼里 两个刚刚入门 还没有修炼过的蝼蚁 在他的锋刃下 必定会被砍断双腿 扑扑 四道锋刃在空中碰撞 真圆诈的空中 一阵阵扑扑声响 怎么回事 乔萨愣了一下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敌九再次抬手 挥出了一道锋刃 扑 血光渐开 乔萨被敌九拦腰斩断 跟着就一道火球 落在了乔萨身上 乔萨瞬息 就被火球裹住 发出古怪气味 乔萨不过区区一个练气三层 当初敌九练气三层的时候 就可以干掉乔萨 不要说敌九曾经练气七层 现在修为下降了 实力比练气七层的时候 还要强大 你居然修炼过 欧阳桃大惊 张手就抓出了一柄长剑 长剑在手中一抖 分裂成为十数道 剑芒裹向了敌九 敌九曾经有过 一柄上瓶法器菜刀 他一看欧阳桃的长剑 就知道这是一柄极平法器 九哥 耿吉也震惊地看着敌九 敌九抓出那柄下瓶法器飞剑 飞剑被敌九当成了长刀 一剑劈下 敌是第三刀 敌是旋风刀 飞剑卷起一个个剑气漩涡 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剑气 和欧阳桃的分裂剑芒撞击在一起 咔嚓 剑芒碎裂的声音都清晰可见 敌九却是松了口气 欧阳桃看起来应该是练气后期 他还担心欧阳桃是宗门出来 比他这个伞修要厉害 这一声撞击敌九就知道 欧阳桃和他还相差甚远 悬涡剑气将欧阳桃的剑芒 全部卷在一起 直接搅碎了欧阳桃的剑芒 敌九修炼过 就够让欧阳桃震撼的了 现在敌九一剑 就搅碎了他的剑芒 到了这个时候 欧阳桃哪里还不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敌九的对手 他立即就要退后 敌九战斗经验丰富 怎么会让欧阳桃走掉 手中的飞剑再次一带 欧阳桃的两条腿被敌九削断 欧阳桃跌坐在地 惊慌地看着敌九 一时间居然没有求饶 第104章 找海森林 直到敌九提着飞剑走到欧阳桃面前 欧阳桃才醒悟过来 惊慌叫道 敌九 你不能杀我 我叔爷是新河派合金峰峰主 你只要杀了我 我叔爷马上就会知道 你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 也会被追杀 敌九心里一动 本来他的确是打算问 欧阳桃几个问题后 就杀掉欧阳桃 如今欧阳桃这样说 他还真的有些顾忌了 这倒也是啊 敌九沉吟起来 欧阳桃听到敌九语气松动 赶紧说道 是真的 我骗你不得好死 好像感受到敌九的杀气减弱 欧阳桃从储物袋中 抓出一个浴瓶 还没等欧阳桃打开浴瓶 敌九手中的飞剑 就又嗡嗡作响 你是不是想要发消息回去 不是 不是 我只是吃一枚疗伤丹药 欧阳桃下的手一抖 他还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进入新河派以来 只有他欧阳桃威胁别人 什么时候 有人能威胁他欧阳桃了 你吃吧 吃完之后 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敌九同意了 欧阳桃吃丹药 欧阳桃赶紧将丹药吞下 你问吧 我肯定是知无不言 大家都是同门 师兄弟 就算是有些误解 只要说开就可以了 感觉到敌九好像不敢杀自己 欧阳桃的紧张略微平息了一点 好 按理说 墨双师姐比你走得早 你怎么会知道 他去了什么方位 敌九笑盈盈地问道 如果欧阳桃说 是按照景墨双的任务 找来的 敌九不介意 马上再整治一番这家伙 我在他的储物 带下了神念记号 欧阳桃哪里还敢隐瞒 神念记号 是什么鬼东西 敌九担心欧阳桃骗他 随手将戒指里面的小树人丢了出来 小树人 什么是神念记号 大哥 我们这是从天罡宫出来了吗 树帝一出来 就激动地叫道 敌九一巴掌拍上去 别废话 现在你只要告诉我 神念记号是什么 树帝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个大哥有时候 脾气不大好 地上这个家伙的双腿都被砍了 这就是例子 大哥 神念 其实也算是静止的一种 树帝 只是说了一句话 敌九就明白过来 我这里 有一个神念 记号预解 可以拿给你看看 欧阳桃就要从储物袋中拿东西 敌九毫不犹豫的 又是一巴掌拍晕了 欧阳桃 将他的储物袋拿了过来 九哥 真没想到 你打架 这么厉害 还有这个小树人是什么东西啊 一边的耿挤这个时候 才醒过神来 有些激动地说道 敌九抬手 又是一个火球 将余下的痕迹烧掉 又挖了一个 泥坑将残渣埋起来说道 有几年时间 我隔三差五的 就和人打架 这东西就是要惊念 还有这里不是酒流的地方 我们先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再说 你叫什么 名字 树帝画很多 看见耿挤也跟在大哥身后 忍不住问道 我叫耿挤花 九哥觉得 我的名字不好听 就将我改名成为耿挤了 你怎么像一个树根 耿挤比较老实 有什么说什么 树帝切了一声 什么像树根 我是仙树画形 耿挤被树帝的画下主 正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树帝再次说道 你现在的名字也不咋样 说了一半 树帝想起了 耿挤这个名字是大哥起的 赶紧再次说道 大哥的名字就很好 我的名字叫树帝 仅次于大哥 我建议你 以后就叫狄石 狄石还马马虎虎吧 耿挤摸着脑袋 正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看见了被狄九拎进小树林的欧阳桃 九哥 为什么不解决了 还要带着一个累赘 这家伙刚才说的 可能是真的 这里距离宗门很近 我要杀了他 说不定会被他那个什么树爷追来 我们就在这里 等一会 我看看这家伙的除物带 有什么东西 狄九随口解释了一句 欧阳桃的除物带有禁制所住 对狄九这个四级阵法大师来说 这些禁制就是敞开的 他仅仅用了几个呼吸 就打开了欧阳桃的除物带 发达了 果然是一笔横财 狄九哈哈一笑 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灵石 在欧阳桃的除物带里面 至少有四五百灵石 还有十多块灵石的灵气更浓郁 狄九估计 那是中品灵石 大哥 以后我们就发这种横财 树帝在仙女星待了很多年 他也感受到 这个地方不是仙女星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怎么来这里的 大哥的马屁 还是要排好 狄九又是一巴掌 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 欧阳桃是要杀我们 我这才动手 无缘无故去抢夺别人 岂不是成了强盗 说到这里 狄九倒是想起来了 冷笑一声盯着树的说道 我倒是忘记了 你本来就是 一个滥杀无辜的家伙 你在你那个老巢里面 杀了多少无辜的人 大哥 我现在跟在你后面 已经不洗洗了 树帝胆怯地嘀咕了一句 九哥 你这句话说得好 我现在懂了 耿己虽然听狄九的 但对善恶的理解并不透彻 狄九已将欧阳桃锄袋里面的东西 全部拿了出来 一杆中品法器长枪 加上他之前的那件极品 法器长剑 狄九弄到了两件法器 除此之外 还有几瓶丹药 狄九闻了一下 那丹药 应该是帮助修炼用的 狄九没有学习过如何炼丹 他也能感觉到这丹药 杂质很多 最让狄九欣喜不已的 是一个小小的飞船 这肯定是飞船法器 飞行法宝 在所有的法宝当中 是比较珍贵的 炼制飞行法宝的材料 比平常的材料少见 对炼器师的要求也比较高 这也造成了飞行法宝较少的情况 我马上炼化这个飞船 你们等一下 狄九示意耿几何小树人一边等着 他开始炼化飞船 仅仅大半个时辰过去 狄九就彻底炼化了飞船 神念驱动间 飞船化为将近两丈长 一丈宽的大船 悬浮在狄九的面前 这是好东西 树蒂知道飞行法宝 欣喜地叫道 上船 我们走 狄九拎着欧阳桃踏上飞船 招呼了耿几和树蒂一声 飞船比起飞舰来 要快得多了 而且还稳 九哥 我们现在去哪里 耿几感受到飞船越来越快 他心里略微有些不安 不是和狄九在一起不安 是因为他不能修炼 狄九刚刚将欧阳桃 除物代中的几枚遇见 全部看过 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先去着海森林 着海森林距离星河派相对较远 乘坐飞船三天时间 到一个小方式 然后再从方式传送到着海镇 着海镇 是着海森林最近的集聚地 很多修士在着海森林试炼 然后回到着海镇休息补充 飞船飞行一天后 狄九就将欧阳桃 丢到了一个小树林里面 他没有杀欧阳桃 只是掐断了欧阳桃的生机脉 一天后 欧阳桃自己会死 这种事情 狄九是不需要人叫的 他可是一个医道宗师 对要杀他的人 他可不会手软 四天后 狄九和耿吉走出了传送阵 狄九是第一次传送 他的神念很强大 几乎感受不到什么 耿吉长得高大 却没有修为 一出传送阵 就开始呕吐 至于小树人 狄九没有敢让他出来 直接留在了灵药园戒指中 好在和 耿吉这样的人也不少 倒也没有人在意 到了着海镇后 狄九第一件事 就是去购买地图预检 和着海森林的检介 预检 这种东西 在着海镇随便找一个商铺 都可以买到 这几乎是每一个到着海镇的修饰 都必须要买的 价格也不贵 最简单的地图预检 和着海森林检介 加起来 不过一枚下品零食 狄九购买的是略微详细一些的 两样东西加起来的价格 是三枚零食而已 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他 所以 狄九和耿吉 在找到住处后 第一时间 就将自己住处的禁止 重新打了一遍 这让狄九更是下定决心 等进入了着海森林后 一定要收集大堆的炼器材料 学习炼制各种镇检 他的镇道是四级镇法大师 但他的镇检水平最多只是 停留在二级镇法师水平 狄哥 我不能修炼 来到这里是连累你 一安顿下来 耿吉就忧心忡忡地说道 这件事 他忧心好几天了 狄九一百手 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真的不能修炼 那个狱长老 就不可能让你加入星河派 等我看了找海森林的情况 再帮助你看看 能不能和我一样修炼 他实海中 还有一个灰色石头 狄九等会决定 借助灰色石头 帮助一下耿吉 如果灰色石头还不行 那他就四处寻找 不纯雷灵根怎么修炼的手段 帮助耿吉 可那是墨双师姐 耿吉没有说下去 他看见狄九 已在研究御检 他不能修炼 懂得理论知识 倒是不熟 上了几天课 他自然知道 御检里面记载了许多东西 很快笛九就放下了御检 他对沼海森林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沼海森林说是森林 其实并不完全对 因为这个森林 和沼泽交错在一起 很多沼泽一不下心 踏进去就会送命 甚至连金丹修饰也难以避免 有危险就有机遇 加上 沼海森林广阔无边 北域 无数的低级修饰 来到这里试炼 第105章 菜鸟修炼 九哥 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是不是欧阳桃的书爷会知道 我们杀了欧阳桃 见敌九放下御检 耿吉连忙问道 敌九探道 没错 他书爷是封主 应该很厉害 可惜我忘记了一件事 忘记什么了 耿吉问道 我忘记问欧阳桃 为什么要算计锦默霜 我怀疑算计锦默霜的主谋 很有可能不是欧阳桃 一旦不是欧阳桃 这对我们不是什么好事 敌九叹了口气 他的确是忘记了 事实上敌九对欧阳桃 为什么算计锦默霜 还真的不在意 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刚才想起来 万一不是欧阳桃 暗算锦默霜 那他不知道原因 对他来说 可是一个隐患 耿吉无法帮助敌九什么 敌九忘记的事情 他自然更是 没有办法想起来 不说这些了 你先握住临时修炼 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敌九拿出一枚下品临时 递给耿吉 好 对耿吉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能不能修炼 没看见敌九修炼过 敌九就可以干掉 星河派的老牌师兄 还有那个树地 看起来也不是简单的家伙 依然要跟在九哥后面 这些都让耿吉内心深处 更是钦佩敌九 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九哥的能力很强大 如果连九哥都无法让他修炼 那他应该是没戏了 运转星河诀 耿吉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早就知道怎么运转 星河诀 唯一就是他运转星河诀 根本就无法吸收灵气而已 敌九的神念 一直在耿吉身上 耿吉运转星河诀的时候 他清晰地捕捉到了 很快他就发现耿吉的状况 并不是不能吸收灵气 而是耿吉吸收灵气后 和不吸收是一样的 灵气通过星河诀 在耿吉体内运转一走后 再次消散在空间中 难道是星河诀 不适合耿吉修炼 敌九的神念 不断在耿吉身上观察 甚至渗透到了周天运转当中 一个无知 一个无畏 如果是别的人修炼 有人神念渗透到周天运转中 那修炼者早就走火入魔了 耿吉本来就是一个粗神经 而且在他看来 九哥始终是帮助他的 他周天行气的时候 是没有半点迟疑和志顿 接连数个周天 敌九观察下来 没有任何所得 不要说敌九刚刚接触修炼 就算是一个金丹修士来这里 也不一定能查出耿吉的问题 敌九伸出一个指头 领在耿吉的眉心处 然后说道 耿吉 你只管修炼你自己的 别管我的动作 耿吉和敌九一样 都是什么都不懂 他哪里会知道 敌九的动作 一不小心会让他子斧碎脸 就此成为废人 敌九虽是一个一道宗师 可是修道和一道是两回事 也是不懂 这才敢这样做 耿吉周天运转到泥丸的时候 敌九的神念 调动了自己石海中的灰色石头 耿吉吸收的灵气 瞬息间就被灰色石头冲刷一次 然后再次被敌九送回耿吉的泥丸宫 继续周天运转 仅仅一个周天 敌九就清晰地感受到 这一个周天吸收的灵气化为了真缘 敌九很是激动 他赶紧放下了手 耿吉依然毫无察觉地继续周天运转 敌九的手指拿走后 他的周天运转依然可以将灵气转化为修为 只是此刻的耿吉完全沉浸在了修炼当中 不知道敌九已没有继续干扰他修炼 这种概率极小的事情 居然成功了 感受到耿吉的修为 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提升 敌九抓出一堆灵石放在耿吉身边 然后将欧阳桃的材料拿出来 开始炼制阵旗 半天过去 敌九布置好了一个聚灵阵和一个防御阵 这两个法阵都是二级法阵 仅是单独布置好了两个法阵 敌九就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对阵道的理解更是透彻 他之前学习了一两年阵道 那都是借助了石海中灰色石头形成的理论知识而已 现在他亲手布置了两个法阵 才意味着敌九真正地成为了一个阵道者 哄 房间中灵气剧烈地波动起来 耿吉睁开眼睛 激动难以地看着敌九说道 九哥 我可以修炼了 我真的可以修炼了 你不但可以修炼了 修炼的速度比我还要快 这才半天时间 你都炼气一层了 敌九都是摇摇头 这家伙的资质实在是太可怕了点 直到现在 敌九才明白 为什么那个育长王要破例受了耿吉 谢谢你 九哥 耿吉激动地说话都有些不连贯 我现在清晰地可以感受到一种东西 我修炼的时候 就好像水到渠成一般 敌九想到了自己修炼的时候 那灰色石头 似乎可以帮他破开修炼中的天地规则一般 让他在修炼中不会陷入迷糊 造成停滞不前的感觉 看样子耿吉也是因为那灰色石头 对修炼过程中的理解远远超过一般人 还客气什么 这里有一堆灵石 你要赶紧修炼 我的修炼速度很快的 别到时候被我丢在后面 敌九指了指石头 现在他身上有几百块灵石 他自然要将这些灵石转化为修为 然后再去找海森林 是 九哥 我还怀疑我是第三种方式吸收灵气的 在我的体内形成了一个粗糙模糊的星河 开心河迈的修炼方式 敌九惊异地问了一句 随即他就肯定耿吉没有说谎 他通过灰色石头 开辟了星河觉的第四种方式 星空脉络的修炼方式 现在他的灰色石头帮了一下耿吉 耿吉就是开心河迈的修炼方式 看样子 自己的这个灰色石头来力太强大 耿吉 你继续修炼 还有你开心河迈的修炼方式 不要告诉任何人 知道不 敌九慎重地告诫了一下耿吉 万一耿吉说漏了嘴 那他敌九这条小命就完蛋了 九哥 你放心 就算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出去 耿吉也不是白痴 他猜到自己之所以开了星河迈修炼 是因为九哥帮忙的 这件事泄露出去 很有可能让敌九陷入危险 禁地 敌九随手再将树地也丢了出来 护镇都布置好了 大家一起修炼 我这里还有一些壁骨丹 大家饿了就吃一枚 树地一看见零食 眼睛都发光了 耿吉一样渴望着能继续修炼 敌九是之前没有零食 现在弄到一堆零食 赶紧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三人在聚灵镇中疯狂修炼 灵气很快就在房间中形成了漩涡 敌九没有什么经验 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修炼动静 别人想要不看见都不大可能 来着海镇的人 几乎遍布了整个北欲洲 甚至其余几个欲洲也有人来 但时着海镇的势力 却并不灵乱 在整个着海镇 只有五大势力 这五大势力分别是 龙蒙丹药 金益法宝 七家商楼 着海威家 散修会馆 按照道理说着海镇来的 人大都是散修 或者是零散的各大宗门外门弟子 散修会馆的实力 应该最大才是 事实上 着海镇实力最大的是 七家商楼 七家商楼 并不是着海镇本土 市里 传闻是整个大陆最顶尖的商楼之一 这家商楼 在吉野大陆的任何一个边角 也会有自己的商楼存在 哪怕是在着海镇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七家商楼 也有一个金丹修士坐镇 要知道 金丹修士 在一般的宗门 那都是长老的存在 此刻在七家商楼的少主人 是七少 炼气九层圆满 甚至可以说是半步筑基 在着海镇 炼气圆满算是 强者了 七少也属于七家嫡系 之所以一直留在着海镇不走 是因为他发现 着海镇这个地方 虽没有什么顶级宝物出现 却对他现在的境界修为 特别有帮助 他刚刚来着海镇的时候 不过是炼气六层 这才一年时间 他就来到了炼气九层圆满 哪怕是在宗门修炼 估计也没有这么快 若要通过助击单冲击 助击的话 他早就助击成功 七少到现在为止 没有助击 一个是因为 他想要不通过助击单助击 第二想要稳固自己的根基 作为一个大家族出来的弟子 自然知道 助击单助击 和不通过助击单助击的区别 有多大 在七家商楼灵气最浓郁的房间 七少正在研究 一枚刚刚获得的法际预检 一道讯息就出现在 他在第击击散修弄出来的动静 刚来这里的低级散修 可以修炼出灵气漩涡 七少立即就站了起来 他来自七家商楼 自然知道 灵气漩涡是怎么回事 七家在着海镇的 金丹护法万棱 修炼的时候 也无法弄出灵气漩涡 必须要去看看 是怎么回事 第106章 胆大包天 一般的炼气修饰 如果节约一点用的话 四五百块零食 要用好几年时间 敌九和耿己 再加上一个小数人 三个人仅仅用了五天时间 就直接消耗掉了一大半 敌九曾经跨入过炼气五层 五天时间 他的修为再次恢复到了炼气五层 耿己更是夸张 在敌九跨入炼气五层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炼气二层 修炼最慢的 算是树地了 树地本来就不擅长于吸收灵石 现在用灵石修炼 比起敌九和耿己来 根本就不够看 这还是敌九和耿己修炼的时候 将大片的灵气席卷过来 否则的话 他的速度更慢 碰 敌九门外的防御静置被冲击了一下 他就惊醒过来 随即呼地站起 敌九站起来动静太大 耿己和小树人也都停止了 修炼 九哥 怎么回事 耿己也算是一个修炼狂人 如果不是意外情况 他会一直修炼到没有灵气 或者是饥饿了为止 有人直接轰击我们的防御静置 敌九皱着眉头说道 哇 耿己也是惊啊了一声 似乎有些不大相信 上了三天课 基本上的修真道理 他还是懂的 修饰之间最大的仇恨 就是别人在闭关修炼的时候 你突然去破坏别人修炼 这种仇恨 几乎和杀人父母 没有多大区别了 没有原因的话 那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哄 这次直接是一道攻击 轰在了敌九的护震 直上 咔嚓 护震裂开了一道缝隙 敌九的房间门口 出现了两个人 敌九看得清楚 这第二次攻击 正好轰在他的护震振心所在 看样子 这攻击的家伙 也是一个精通正道的 我在这里闭关修炼 和两位无冤无仇 两位 这是什么意思 敌九将欧阳桃的那柄长剑 抓在了手中 耿挤练气二层 还没有修炼什么法技 敌九并不指望他能帮忙 我叫七少 来自着海镇七家商楼 至于为什么要轰破你的护震 我以为你应该知道原因呢 我扣了几次静止 你都没有反应 七少来轰击敌九护震 之前 就打听过敌九的情况 两个刚刚来这里的外来修饰 一个只有练气四层 一个似乎没有修炼过 现在看来 敌九也不过是炼气五层 另外一个看样子 还在炼气二层 境界 还有些不稳 咦 树灵 敌九还没说话 七少就看见了敌九背后的树底 眼睛立即就冒出了火热的光芒 一个古树树灵化形 哪怕是认住过的 也是无价之宝 果然是被你偷走了 我说我七家商楼 刚刚在着海森林 弄到的树林去了哪里 原来被你这两个蝼蚁 偷到这里来 七少哈哈大笑 眼里的 反警大声说道 各位客人 这两个客人 在我西楼修炼 布置距林阵 影响了别人 我本来想要提醒他们 没想到他们胆大包天 还敢偷走七家商楼的树林 七少寻到这里来了 然后扣了几次门口 静置都没有反应 七少这才打破了静置 现在这树林果然在里面 敌九反应过来 他布置护震的时候 将西楼的静置屏蔽了 所以有人在外面扣静置的时候 他是听不到的 不过无论如何 将他的护震打破 都是生死大仇 你们最好现在 跟我一起去七家商楼 将事情说清楚 否则别怪我现在就动手 七少说话的时候 气势直接释放出来 树地还好 他又不是第一次 见识到这种场面 倒是耿己被压制的 后退了树谷 你家是开商楼的 敌九忽然问了一句 毫不相干的话 七少又是哈哈一笑 你说对了 我家是开商楼的 大笑中 七少一张 手一柄斧头 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夫人散发出一丝丝 让人肌肤都站立的杀气 七少最自豪的就是 他和七家其余的弟子不同 七家其余的人 都是坐着家里 修炼的花朵 他的实力 大多数是在 沼海森林里面厮杀而来 尽管他进入 沼海森林的时候 身边也有人护卫着 但在他没有危险的时候 那可都是他自己厮杀 对付敌九这个 炼气中期的家伙 他还不需要斧头 之所以拿出斧头 那是威吓 似乎被七少的斧头 吓到 敌九赶紧伸手 止住了七少的动作 不要在这里 动手 我们和你一起 去你的商楼 敌九呵呵一笑 既然如此 那还等什么 带路吧 听到敌九的话 七少倒是诧异的 又打量了一番敌九 确信敌九炼气五层 也没有什么危险 这才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跟随七少一起来的那名修士 却是盯着敌九和耿紧 直到敌九和耿紧 带着树的跟在了七少后面 他才走在了最后 人群中都是一阵唏嘘 谁都知道 敌九这一去就会失踪 不见 一些经常在沼海镇打拼的修士 都摇了摇头 在他们看来 敌九是自己不知道死活 七家商楼在沼海镇 的确是地位很强 不过只要你不惹到他们 不要暴露自己的宝握 一般情况下 七家商楼也不会无缘无故 找到你头上来就是 敌九带着耿紧 树地一走进七家商楼 眼睛就亮了 七家商楼外面的牌子 敌九不在意 可是七家商楼里面的东西 被敌九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宝库 丹药 功法 法宝 材料 灵草 敌九的神念 扫到二楼 他发现二楼的东西更好 而且他发现 这里没有强者 甚至连一个助击修士都没有 修为最高的 就是眼前的这个七少 在敌九看来 七少应该是炼气巅峰了 如果他没有修炼星和绝之前 敌九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七少的对手 现在他心里 有一种直觉 七少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去三楼谈吧 七少回头对敌九黑黑一笑 与七一甚至是比较柔和 我需要和你们这边的助击掌柜 或者是助击前辈 谈 敌九正色说道 他知道助击和炼气是两个概念 别看他修炼星和绝 压缩了真元 甚至修炼的时候 体内形成了一个星空 一旦遇见助击强者 他这点修为应该不够看 哈哈哈哈 七少再次哈哈大笑 不要说助击 就算是你和金丹修士谈 我这里也有 敌九心里一沉 还没等他说话 七少就再次说道 你只要在这里再等一会 我这里 就有两名助击修士来和你交谈 听到助击修士不在这里 敌九心里莫名松了口气 他的神念早就可以感应到 快点吧 见敌九没有动 七少再次催了一句 敌九忽然朗声说道 各位来这里的客人 立即离开七家商楼 七少说了 这里马上就要封闭起来 如果谁没有第一时间出去 杀无赦 敌九在说话的同时 手中的长剑劈了出去 他此刻更是怀念自己的菜刀 如果菜刀在手中 他的实力至少会提升一个层次 在商楼中的修士 听到杀无赦 再看见敌九和七少在一起 哪里还敢停留 几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冲出了七家商楼 一些修士冲到门口的时候 看见了敌九居然敢对七少动手 更是加快了速度 七家商楼在找海镇 谁不知道 你找死 七少这才反应过来 敌九敢在七家商楼赶人 还没等他动手 就感受到了一种死亡的威胁 七少好歹也是炼气圆满 他在瞬间就知道敌九在暗算他 此刻他被敌九这个蝼蚁 气疯了 区区一个炼气五层 不知死活 敢在七家商楼暗算他 没等七少祭出自己的巨斧 敌九劈下的剑气就化成了恐怖的刀式空间 劈落下来 敌九一出手就是他的第四刀 风削道 噗 哪怕七少反应够快的 两刀化为刀气的剑芒 也是直接穿过了他的腰际 两棚血雾炸裂出来 敌九心里暗自震惊 这家伙反应还真够快的 他突然偷袭之下 还没有干掉 我不将你错骨扬灰 我就不是七家子爹 七少已祭出了巨斧 他丝毫不顾自己的伤势 盯着敌九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 第107章 逃入沼海森林 同一时间 那名跟着一起过来的练器中期修士 也反应过来 抓出一柄长剑 跟着卷起竖刀剑芒 果向敌九 敌九更是不爽手中的长剑 如果他手中的不是长剑 刚才那一次偷袭 他就要了七少半条命 只要七少被制住 他要杀其余的人 根本就不需要费力气 可惜的是 那长剑根本就 无法发挥出风削刀的威力 让敌九偷袭在前 对他动手的家伙 今天不第一时间干掉七少 他必死无疑 至于后面那个对他下手的家伙 敌九是拼着受伤了 有了决定后 敌九仅仅是避开要害 然后在后背布满了真元 在背后形成了一个真元护照后 他手中的长剑 再次卷起一道道漩涡刀芒冲向了七少 在敌九偷袭 七少成功 七少祭出巨斧 背后 那名练器中期的家伙 攻向敌九的时候 树根一样动了 他的双手划出了 两道粗大的藤蔓 藤蔓毫不客气地锁住了 要对敌九动手的七少 七少的巨斧拿出来 还没来得及祭出 就被树根藤裹住 唯一没有反应的 就只有耿紧 不仅仅是因为他修为低 这种场景 他也是第一次遇见 别人都动手了 他还傻瓜地站在那里 干得好 敌九欣喜地叫了一声后 漩涡刀芒毫无保留地轰向了 七少的头颅 他只要树地能锁住七少片刻 就可以了 树地的树根 锁住七少的下一刻 七少就知道 不好 树根直接断裂 树地立即萎靡下来 不过这时间对敌九来说 已是够了 他的漩涡刀芒 彻底地轰在了七少的头颅上 七少的头颅 就好像一个被刃芒 撕裂的西瓜一般炸开 咔嚓 又是几声骨骼断裂的声音 接连两道血雾 在敌九背后炸开 敌九后背 被那名炼器中期的修饰撕开 骨头也可以清晰地看见 敌九暗道 幸好自己避开了要害 还布满了真元在背后 否则对方这一剑 就可以将他拦腰斩断 耿脊终于反应过来 正想冲向偷袭敌九的那名炼器中期 敌九已经是回头一道漩涡刀器 将这名炼器中期轻松斩杀 从储物戒指中抓出小树根 给他的青涩生机 敌九咬了一口后 又是丢出了数十道锋刃 两名想要冲上来的火鸡 被这锋刃撕裂 其余的火鸡赶紧躲在地上 不敢再动 居然有人敢打劫七家伤亡 这对他们来说 可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敌九可管不了这么多 抓走了七少 和那名炼器中期修士的戒指后 又冲上去 双手接连卷动 无论是架子上的东西 还是被玉柜锁住的东西 进阶被他卷入自己的戒指中 从一楼到二楼 敌九前后 不过用了两分钟不到 走 收走了所有的东西后 敌九招呼了耿己和树地一声后 就往着海镇外面冲 有人敢抢七家伤楼 这个时候 就是有比敌九厉害的修士 也没有上前阻拦敌九 敌九抢到的东西是多 甚至还有一个人人眼馋的树林 但着海镇所有的人都很清楚 他们站出来 就是拦住了敌九 也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这些东西 他们抢夺下来后 还是要给七家伤楼 万一少了什么东西 那就是黄泥巴落尽裤裆 不是时也是时 更何况对他们来说 七家伤楼越被抢 他们越高兴 着海镇几乎有一大半的生意 都是七家伤楼做了 其余几家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倒是等敌九几人逃出了着海镇 他们就可以偷偷地追上去 干掉敌九了 一出着海镇的近空近置 敌九就寄出了飞船 然后将飞船激发到了最快的速度 在着海镇抢了七家伤楼 没有人阻拦 敌九不认为出了着海镇 还没有人跟踪 敌九在寄出飞船后 神念就扫到了 不止一个人跟出了着海镇 敌九并不担心被追上 他的飞行法宝 是一件上瓶法器飞船 他的神念 比一般炼器修饰更加强大 除非修为远远超过他的家伙 否则的话 别想轻易追上他 敌九没有猜错 两个时辰后 他的飞船冲进了着海森林后 他神念中已经没有了跟踪者 九哥 我没有用 让你受伤 从着海镇出来后 耿吉就一直很是自责 九哥和树帝都全力出手 就他和一个傻瓜一样 如果他精明一点 说不定可以牵制住那个背后 对九哥动手的家伙 敌九背后的伤势 看起来很可怕 实际上他背后的伤势 此刻已在迅速的恢复当中 就是他不吃青色生机 他的伤势康复也很快 吃了青色生机后 康复得更快 倒是树叠 被七少削了一幅 到现在为止 都是为你不堪 这不怪你 以后 你多参加打斗就懂了 七少那个斧头看起来不错 你炼化了用 到了着海森林后 大战应该是经常性的事情 敌九随口安慰了一句 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回到宗门 也没有办法和别的修饰一样 能回着海镇补给 至于需要在着海森林待多久 敌九自己也不清楚 敌九和耿己 进入了着海森林 此时整个着海镇都闹翻天了 七家伤楼被人抢了 七家伤楼真正的做主人七少 被杀在三楼中 不要说小小的一个着海镇 就是整个吉野大陆上 七家伤楼也从未遇见过这种事情 七家伤楼那名金丹护法万棱得到消息 赶到七家伤楼的时候 看见的是七少的尸体 还有被毁掉的七家伤楼 看着狼藉不堪的现场 万棱的脸色有些发白 他感觉到自己的脖子 似乎被什么掐住一般 难以呼吸 他不是怒的 而是怕的 作为一个外星护法 居然让七家伤楼被人抢了 七家的嫡系子弟被杀了 而他偏偏没有事情 这种或他万棱承担不起 万棱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回头对这几名 同样不在现场的助击修士 吼道 马上去找海森林 两个练气楼椅 在找海森林跑不远 无论最后 他的下场是什么 万棱都知道自己 必须要尽快将几个肇事者抓起来 也许这样 他万棱还有一些渺茫的生计 七家伤楼的护法 一直是最好的差事 没想到到了他这里就出了漏子 不好 我们赶紧下来 走 找海森林里面不能控制 飞船飞行 在飞船飞行了大半天时间 第九这才拿出了找海森林的预检 查看 在查看了预检后 他第一时间就知道 他又干了一件蠢事 找海森林里面不能飞行 正在控制飞船的树地 却说道 大哥 我知道 不过 我有一种天生的预感 我知道哪边有危险 哪边 咔嚓 树地一句话还没说完 一种扭曲的力量 就将飞船的船尾绞碎 第九根本就来不及说话 直接抓着耿己和小树人 从空中跳了下来 好在此刻飞船飞行的 并不是特别高 加上第九真元鼓动在体外 哪怕他还不会预风法术 也是有惊无险地落在了地上 怎么回事啊 大哥 树地也是惊慌不已 他看见刚才三人乘坐的飞船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九后怕的说道 只能说 我们几个还有些运气 在沼海森林上空 根本就不能飞行 我们居然飞行了大半天时间 才出事情 在沼海森林上空 到处都是空间韧芒 而且还有 空间海和一些古怪的妖兽 这些随便遇见一个 也是化为灰渣的下场 什么是空间海 耿己抓住巨斧 他还没有炼化这柄斧头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一旦陷入空间海 会被空间力量裹住绞碎 第九说道 他这些都是从刚才那个预见中看见的 树帝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还以为凭借我的直觉 没有事情 幸好大哥 及时出手 第九说道 我们能在这里飞行大半天时间没出事 估计也和你的直觉有关系 刚才我们遇见的 很有可能是空间韧芒 好在那空间韧芒 是从侧后方角过的 让我们逃了一劫 这里我怕已经算是沼海森林深处了 这还不够 后面树帝带路 我们继续往里走 第108章7 加原魂老祖 沼海森林之所以得名 其实因为 这里大多地方 都是树木密集的森林 无边无际 其二 这里的森林和别处不同 在沼海森林随便一处地方 都可能是沼泽海的一部分 看起来毫无异状的地方 你一脚踩下去 可能就是一个隐藏的沼泽 一旦踏入隐藏的沼泽 很难逃出来 如果不是树帝对危险很是敏感 第九和耿吉 不知道陷入沼泽多少次了 有了树帝 他们三个这一路上 只是遇见了一些妖兽 没有陷入危险境地 就算是这样 再走了两天后 耿吉依然陷入了沼泽之中 明明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耿吉只是踏上了那巨石而已 那块巨石瞬息间就消融不见 转眼间 耿吉周围全部是沼泽浆 耿吉练起二层 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从这泥浆中爬出来 第九尝试地踏上飞舰飞行 结果和预检上介绍的一样 沼海森林形成的沼泽中 根本就无法飞行 不仅如此 一旦进入沼海森林沼泽的上方 立即就会被沼泽吸下去 你不要动 他叫了一句 来不及了 耿吉知道来不及了 等笛九炼制好绳索邋遢的时候 他早就没入了沼泽之中 他正体会到修炼的快乐 没想到会死在沼海森林里面 他娘如果知道他死在这里 肯定是很伤心 身陷在这沼泽之中 哪怕他不动 也是和落入水中一般 不断地下沉 不等笛九说话 树地已是生出了一根树藤 树藤卷起沼泽中的耿吉 在空中卷起一个弧度 落在了沼泽外围 笛九大邪 他居然将小树人忘记了 耿吉死里逃生 更是不断地对树地说道 谢谢你 树地 不是你我死定了 能够出一把风头 树地很是得意 他正想找几个 衬托自己厉害的词汇出来 沼泽中一阵翻滚 跟着一头硕大的火红妖兽冲了出来 赶紧逃 这个妖兽不是我们打得过的 笛九一看这个妖兽 气势 就知道他不是对手 这头火红妖兽预检上也有介绍 是沼泽师 沼泽师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一旦逃出更远的地方 他就无法上岸追 九哥 我们现在去哪里 三人逃出沼泽危险范围后 耿吉依然有些后怕 我们因为飞行了大半天 时间 比一般的人走得更远 我买的地图上 也没有标注我们所在的方位 我的意思是 继续往深处走 一边走 一边修炼 敌九 还是没有安全感 这里距离沼海镇太近 无论是树地还是耿吉 现在都是以敌九为主 普 敌九一刀披落一头 沼泽师 回头对远处杀掉 另外一只沼泽师的耿吉说道 我们在这附近 找个地方修炼一段时间 我也整理一下东西 好 耿吉和树地回答间 已杀掉了另外一头沼泽师 这是他们进入沼海森林 三个月之后了 这三个月中 敌九只是在抢夺的法宝当中 找到了一柄上瓶法器 长刀炼花 并没有去整理别的东西 逃亡过的敌九很清楚 逃亡最宝贵的时间 是前面的一个多月 现在他们逃亡了三个月 理论上应该算是安全了 有一次敌九怀疑自己 都遇见过一头超越金丹的大妖 好在那头大妖 看不上他们三个小蝼蚁 没有动手 这还是在树地的带领下 如果不是树地 敌九估计一他们早被妖兽吃掉 成了沼海森林的肥料 三个多月 一边逃亡 一边杀妖兽 敌九的修为 再次恢复到了炼气七层 加上长期随手布置法阵 他现在可以轻松炼制出 布置四级法阵的阵旗 至于炼气材料 和各种低级灵草 他的灵药园中几乎都满了 树地的进步也很大 按照修为来计算 树地到了炼气圆满 在妖兽范畴 算是一级巅峰妖兽 再过一段时间 树地就可以跨入二级妖兽行列 变化最大的是耿己 耿己的修为来到了炼气三层圆满 修炼速度也就算了 三人在沼海森林 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安心下来 修炼一段时间 最多也只是过几天修炼半天 然后继续赶落 耿己真正变化的是他的战斗力 当初笛九对七少动手 他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或者说反应过来了 他也不敢动手 现在他那柄巨斧 就算是一级中期和后期的妖兽 也杀过不止石头 至于弱一些的妖兽 他杀的更多 耿己现在还没有伏技 凭借的完全是自己的浑厚真气 笛九都感叹不已 如果将现在的耿己放在战场上 那就是一个天生的战将 正因为他们越来越深入沼海森林 遇见的妖兽也是越来越强 敌九这才想要找个地方修炼一段时间 他们三个的战斗经验直线上升 无奈实力太弱 经验根本就无法弥补 不仅仅是耿己需要法技 他一样需要法技 我来找地方 树地最为警觉敏感 这一路走来 三人能够安然无恙 九成以上的功劳 都应该算在他身上 树地没有吹牛 只是用了大半天时间 就找到了一处荒废的沼泽洞府 沼海森林中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沼泽 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沼泽 沼海森林中 几乎九成以上的沼泽都是无法飞行 其中都隐藏着妖兽 只有极少数的沼泽属于正常沼泽 这种沼泽中 又有极个别的隐藏着修炼的洞府 这也是树地第一个发现的 因为洞府处于沼泽深处 一般的人很难发现 一旦找到这种洞府进去修炼 基本上算是安全了 树地找到的沼泽洞府不大 也不是最小的那种 勉强可以隔离成三个修炼士 三人一人一个 树地想要尽早跨入二级树妖行列 耿己是一个修炼狂人 两人一进入洞府 立即就开始疯狂修炼 狄九却在洞府外面布置各种法阵禁制 巨灵阵他是不会布置的 这种阵法只能让妖兽来得更快一些 他在沼泽中布置了一个锦尸阵 在沼泽下又布置了一个困沙阵 在洞府外面布置了一个防御阵 这些不算 他还布置了一个引灵阵 引灵阵的最大作用就是 修炼的时候可以将灵气波动隐秘起来 布置好了后 狄九回到洞府房间的第一时间 就是整理自己在七家商楼的收获 北几城 北域州最大的修真城市 没有之一 七家商楼在北域的总部就在北几城 在北几城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七家商楼绵延过去 几乎占据了大半条主要街道 这里不仅仅有七家商楼的各种商铺 还有七家商楼的修炼洞府群 七智商很是满意地走出了 专属于他的修炼洞府 闭关半年时间 他已是元魂四层圆满境界 只要再进一步 他就可以跨入元魂五层 北几城的七家商楼的掌柜不是七智商 但七智商是这里地位最高的一人 作为七家十大元魂老祖 七智商在七家商楼有足够的话语权 闻兵 怎么回事 让七智商疑惑的是 他刚刚走出洞府 就看见了北几城的掌柜七闻兵 七闻兵等在他闭关的洞府之外 肯定有什么事情 七闻兵 金丹七层修为 没有足够的潜力跨入元魂境 成了北几城商楼的主事人 商长老 三个月前沼海镇传来噩耗 有人抢了七家商楼沼海分部 杀了少少主 七闻兵的语气有些惶恐不安 他很清楚 七少在眼前这个七家元魂老祖眼里的地位 七少可是七智商的嫡孙 还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孙子 之所以将七少留在沼海镇那种偏僻的地方 就是因为七少争气 七智商也想要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才 就这样 他还是派了一个金丹修士方棱 守护在七少身边 现在七少居然被杀了 还有人敢抢 七家商楼 好好好 七智商一连说三个好字 周深的杀意再也遏制不住 哪怕是金丹七层的七文兵 也感受到遍体发寒 浑身上下都是冷嗖嗖的 第109章《猿魂强者的怒火》 当时方棱带着两名助姬修士 正在做另外一件事 这才让那个炼器修士抓到了机会 偷袭到了少少主 不等七文兵将话说 完 七智商就打断了他的话 让方棱和那两个助姬管事陪葬吧 是 七文兵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 为方棱说情 哪怕方棱也是为了七家商楼做事 但是他保护的七少出问题了 就需要陪葬 那抓到的人呢 七智商吸了口气 收敛了一下自己的杀机 无论是谁杀了七少 他都会让这人后悔来到这个世界 甚至后悔多活一息时间 七文兵更是惶恐地说道 人还没有抓到 听说逃到沼海森林里面去了 现在七家商楼已发布了任务 七家有三名金丹 和十数名助姬前往沼海 森林搜寻凶犯下落 方棱和那两名助姬管事 也在沼海森林搜寻 跟叫七智商 连多一个字都不愿意说了 在他眼里 去沼海森林的 就是一群饭桶 区区一个炼器修士 也能抢了七家商楼 还杀了他的孙子七少后逃走 这不仅仅是他的耻辱 同样是七家商楼的耻辱 感受到七智商的愤怒 已经克制下来 七文兵心里略微松了口气 这两个人 一个叫笛九 一个叫耿己花 当时他们还带了一个树林 树林 七智商今生重复了一下 他完全明白了 冲突是怎么回事了 树林这种东西 哪怕是远远没有化形的 对七少的作用 也是无与伦比的 七少一直想要 不用助姬单助姬 他很清楚 如果七少能得到树林 绝对能助成顶级根基 那样发展潜力 比一般的天才弟子 强大太多了 这更是让七智商 要将笛九和耿己花抓来 慢慢地折磨死 至于七少 是不是想抢夺别人的东西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七家有这个资格 七家也有这个能力 七少可以抢夺树林 但是你不能动七家的人 这就是他七智商的强者理论 在极业大陆 强者理所当然地 要被尊敬 七文斌应道 的确是树林 应该还是一个一级树林 估计是认了那个敌九为主 敌九来历不明 到现在为止没有查到 只知道他偷了 横一国忠家的东西 被忠家抓到 然后代替忠贺天 入坠到了景家 给景莫霜 景莫霜 将他带到祭川城后 分开 第二天 在宗门招收弟子的时候 景莫霜三系林根 被星河派收为外门弟子 敌九和耿己花 因为资质太差 没有宗门收录 结果星河派的长老 玉京燕 看在敌九认识景莫霜的份上 破例收了敌九和耿己花 哼 七智商冷哼一声 你认为玉京燕这种老东西 会因为一个三系的外门弟子 破格录取两个资质差的家伙吗 还有 一个资质差的家伙 能再入门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杀了七少 看样子 那两人本来就是修炼过的散修 七文兵赶紧说道 商长老 敌九和耿己花去找海震的时候 加入宗门 不过数天时间而已 当时他们入住的是散修西战 入住进去的时候 敌九是炼气四层 耿己花似乎还没开始修炼 等五天后 少少主找过去的时候 那敌九已是炼气五层 而耿己花是炼气二层的修士 七智商心理愈发肯定 敌九和耿己花身上有大秘密 这两个蝼蚁 他必须要抓到手中 逼问个透彻 你继续说 是 七文兵也猜到 敌九和耿己花身上有秘密 他倒是也没有多在意 炼气修士身上的秘密 能有多大 那耿己花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叫着荣一村 耿己花有一个母亲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村里都叫他母亲七娘 他的弟弟叫盖武 妹妹叫盖英 七智商打断了七文兵的话 你是说耿己花和他弟弟妹妹 不是一个姓 在耿己花去寻找仙门后 耿己花的母亲 七娘就带着盖武和盖英 离开了荣一村 不知所踪 我们的人已经将荣一村抹去了 说到抹去荣一村的时候 七文兵就好像在说 喝了一杯水一般的轻松简单 没有半点在意 七智商显然也不会在意 这件事 他反而点点头 那景家如何处理的 之所以没有询问星河派 他知道星河派这种门派 应该是他带头过去才对 景墨双有两个姐姐 一个叫景墨雪 一个叫景墨兵 他们败在了真离剑派 半剑丰丰主顾子剑的门下 所以 七文兵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 七智商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皱了皱眉头 过了好一会才说到 我去一趟星河派 真离剑宗 可是北玉洲第一大宗门 虽然七家的实力 不会比真离剑宗弱 可也不能随随便便挑衅到 真离剑宗 更何况这件事和景墨双 其实真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景家和真离剑宗有关系 那景家就暂且作罢 不过星河派绝对不能放过了 狄九和耿己花 可是星河派的弟子 星河派的弟子 杀了他七家的嫡系子弟 这件事没有完 这边也安排了五名金丹 和商长老一起去星河剑派 七智商一摆手 不需要 区区一个星河剑派 我一个人过去就行 星河剑派不过是二流宗门 听说星河剑派的第一太上长老 在百年前就闭关冲击元魂境 百年过去了 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估计是陨落了 况且 就算是星河派 那名太上长老 跨入了元魂境 又如何 他七智商 只差一步元魂五层了 星河派宗门一时大殿中 此刻是坐了至少二十人 除了宗主向天一之外 五内风风主 六外风风主 几名殿主 进阶都在这里 这次几夜天虚战场事发 突然 我星河派允了两名金丹 御长老也重伤 然而 最后战力品分配上 我星河派 几乎是收获最小 可见没有元魂强者 我们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我决定 这次无论花费多少代价 我星河派 都必须要去寻找一枚魂元果 我星河派 必须要有人跨入元魂 这才能在几夜大陆 有话语权 向天一语气很是凝重 这次几夜天虚战场 他亲自带队去的 星河派 付出了这么多代价 结果只能捡一些 别人挑剩下来的东西 众人都没有说话 魂元果是什么东西 能坐在这里的 没有人不知道 那是炼制宁魂丹的主要灵草 宁魂丹 就是金丹修士 跨入元魂修士 必须要的丹药 哄 在向天一想继续说的时候 宗门大阵 发出一阵剧烈的抖动 向天一脸色一变呼的站起 大殿中所有的金丹修士 也都是震惊站了起来 这是有人 在攻击宗门护阵 攻击宗门护阵 可不是小事情 如果一个宗门护阵被攻击 就意味着生死大仇 所有的金丹修士 跟随我守护宗门 向天一的神念 看见了攻击宗门大阵的来人 一个瘦高个 留着山羊虚的中年男子 他从这男子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强者的威胁 这不是对他的威胁 而是对宗门的威胁 几乎是在最短的时间 星河派所有的金丹修士 都聚集在了宗门护阵入口处 就是住击七的修士 十之八九 也都来到了这里 宗门大阵被攻击 那就意味着宗门生死存亡的大事 原来是商长老 我星河派一直很是钦佩七家商楼 不知道商长老 为何无缘无故攻击 我星河派护宗大阵 向天一语气不亢不卑 甚至还抱了一下全询问 虽然语气还很平静 向天一内心的愤怒 几乎要燃烧出火焰来了 实在是他星河派的实力 太低下了一些 如果星河派还有实力的话 他毫不犹豫地斩杀 眼前的这个七之商 还管什么原因 现在的情况是 七家商楼的实力太强大 七家商楼要灭掉他星河派 根本就不需要费多大事 七之商一阵 哈哈大笑 无缘无故 你星河派外门弟子狄九 耿几花在找海震 杀我孙子七少 还抢了我找海震的七家商楼分布 这叫无缘无故 不修炼原因 为什么要有原因境 原因是因为金丹碎裂化为原因 金丹碎裂如果化为神魂 那自然叫原魂 本书金丹碎裂后没有小孩 所以无缘因 第110章 两个天才弟子 向天一一头雾水 他下意识地回头 想要询问一下 谁是狄九 果然是他们杀了我直孙 向天一没有等到回答 却听到了欧阳穆飞咬牙切齿的一句话 欧阳风主 谁杀了你直孙 向天一更是不解了 欧阳穆飞对向天一施了一礼后 这才恨声说道 就是七家商楼的商长老 刚才说的狄九和耿几花 这两人无法无天 刚刚进入宗门 就暗算了我直孙欧阳陶 他们杀了欧阳陶后 抢走了欧阳陶的东西 除此之外 还杀了乔萨 欧阳陶被杀后 欧阳穆飞就查了当天的一切记录 乔萨领了一个怒风领的任务 任务记载的是欧阳陶和乔萨去 跟着乔萨之后 领了任务的是狄九 狄九的任务是千福宝 记载的是狄九和耿几花一起去完成 狄九和耿几花 不过是刚刚加入宗门而已 哪怕是跟随欧阳陶前后搅出宗门 也被欧阳穆飞排除在外 这两人没资格暗算他直孙欧阳陶 现在看来 他排除在外的狄九和耿几花 还真是杀害他直孙的人 这不可能 那狄九和耿几花 是我招收进来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修炼过 什么修为都没有 如何可以杀得了欧阳陶 更不可能去找海震 对少公子无礼 郁金燕赶紧说道 狄九其实已经修炼过 只不过那个时候 他经脉都断了 郁金燕又没有仔细去看 当时并没有看出来狄九修炼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向天一也感觉到了 这件事有些不对劲 郁金燕解释道 当初我星河派招收弟子的时候 我正好去了寄川城 狄九和耿几花资质很差 没有宗门药 加上当时我打赌赢了 会长老心情不错 所以看在狄九和耿几花 认识星河派 刚刚招收的弟子 紧莫霜的份上 就破例收了他们两人为 外门弟子 当时他们的确是 没有修炼过的 郁金燕说完这句话后 同时传言给向天一 宗主 其实那耿几花的资质 可能是万年难得一见的 异彩纯零根 而不是不纯雷零根 狄九零根测试出来是纯黑色 我怀疑也是一种 从未在吉夜大陆出现的零根 如今吉夜大陆动荡不安 我星河派一天不如一天 如果再找不到天才 弟子加入进来 如今天这种事情以后 恐怕很多 甚至有一天 我星河派回灭门 可惜的是 我当时收到了宗主 在吉夜天虚传来的急报 赶紧去了吉夜天虚 回来的时候 我准备亲自去收他们为弟子的 因为宗门大会 一直没有去 向天一心理一惊 如果真的如玉金燕说的 敌酒和耿吉花 从来没有修炼过 加入宗门两三个月后 就能杀掉七家商楼的少主七少 又可以杀掉欧阳桃 那这两人 已经不算是简单的天才了 如果真有这种弟子 他向天一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能让这两个天才弟子 落在七家商楼手中 这还是向天一不知道 敌酒和耿吉花杀七少 是三个月之前的事情 他还以为敌酒修炼了几个月后 才杀的七少 七智商发出一阵的狂笑 他的脸上没有半分笑意 是如此向天一 看在你是一宗之主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选择 将敌酒和耿吉花交出来 玉金燕自尽 你解散星河派 如果说交出敌酒和耿吉花的话 还有余地的话 那七智商后面的话 就是真的打算灭掉星河派了 向天一深深地吸了口气 语气平缓地说道 我星河派虽弱小 也不是任人欺凌的存在 七家商楼的确比我星河派强大 如果没有任何正当缘由 就要随便杀我星河派的弟子 我星河派绝不屈服 战斗到底而已 找死 七智商周身的杀势席卷开来 一禀昆云府被祭出 强大的府翼 瞬息间就将在场所有的金丹修士笼罩起来 他却是没有批出昆云府 而是一拳轰出 这一拳是针对的金丹长老玉金燕 碰 在其他金丹修士被困住的时候 玉金燕哪怕祭出了防御法宝 本来就重伤的他 也无法挡住七智商的这一拳 七智商仅仅一拳 就让玉金燕肉身炸成血污 杀 我星河派只有战死的宗门子弟 看见玉金燕被七智商击杀 向天一牙自欲练 疯狂地祭出一柄长枪扑向了七智商 除了欧阳木飞假装抵挡斗斧头杀意 无法冲上去之外 此刻星河派所有的金丹修士 都祭出了法宝疯狂的攻击七智商 星河派护镇外面的杀阵也被开启 一时间整个宗门外面杀气肆意 各种法术不断炸开 星河派没有元魂修士 哪怕是借助杀阵 也接连有三名金丹修士被杀 加上玉金燕 星河派短短时间陨落了四名金丹修士 在向天一也被披落一条胳膊后 七智商终于被向天一一枪轰在了妖际 射出一道血剑 七智商一声目吼 他以为自己一个元魂四层圆满的强者 来这里杀一些金丹蝼蚁 根本就不费什么力气 没想到向天一如此疯狂 感冒着星河派所有人被杀的后果 带领星河派的金丹修士和他拼命 今天他不将星河派彻底灭掉 他七智商往自修炼到元魂 狂暴的服役开始凝聚 七智商周身更是弥漫着一种暴力的杀势 向天一一颗星沉到了谷底 哪怕这里有星河派的杀阵 奈何星河派的力量和七智商比起来 还是太弱了一点 星河派灭亡了 他今天也必定要杀掉七智商这个皮肤 哼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强大的狂暴气息冲天起 这道气息是从星河派宗门深处爆发出来的 似乎有一种怒气在酝酿 暴怒的七智商 立即就感受到了这股狂暴的气息 他心里一颤 这绝对是元魂修士的气息 星河派有元魂修士 如果星河派有元魂修士 那他不走的话 今天必定会死在这里 一个元魂修士他不拒 再加上这里有众多不要命的金丹 还有一个杀阵 他的下场不会好 不过对方真的有元魂修士 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不出来 向天一等人一样的是惊喜不已 这种气息显然是禁忌元魂的气息 星河派有一名太上长老必死关 这名太上长老闭关都百多年了 按照正常的推断 应早已陨落了 才是 现在这股元魂气息 莫非是这名太上长老并没有陨落 你是跨入元魂了 我宗门柳 长老跨入元魂境 大家一起留下这个皮肤 失去了一条胳膊后 向天一更是疯狂 几乎是在向天一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一道灰色的人影 从星河派深处冲了出来 杀 向天一第一个冲上七智商 其余的星河派金丹修士 没有一个落后的 就连之前故意不上前的欧阳木飞 也冲了上去 原本想要杀光星河派所有 修士的七智商 终于冷静下来 没有元魂修士 他今天可能会成功 有了元魂修士 他再不走 那是必死无疑 走得念头一生 七智商瞬间收敛了自己的杀士 转身就要冲出杀阵 他虽是元魂四层圆满 在二三十名金丹修士 不要命的冲杀下 也是丢下了一条胳膊 才退走 不过临走之前 他也在杀掉了一名金丹 修士 对一个元魂修士来说 丢下一条胳膊 如果马上接上去 损失并不大 七智商丢下一条胳膊后 并没有能带走这条胳膊 他的实力将直线下降 以后的日子 不要说冲击元魂五层 就是保持在元魂四层 也要花一番手脚 至于冲击元魂五层 如果他有生之年 没有更好的机遇 恐怕也只能停滞不前了 现在对他来说 最迫切的 不是去追杀敌酒了 而是去寻找天才地宝 修复自己的断臂 七智商一退走 一名灰衣老者 就落在了众人面前 柳太尚 恭喜柳太尚 跨入元魂境 所有的金丹修士 纷纷上前问候 尽管这一战 星河派失去了五名金丹 向天一 失去了一条胳膊 但如果宗门出现一名元魂修士 那也值了 刚走的是七家的七智商 回忆老者看着七智商 离去的方向沉声问道 向天一的胳膊 被七智商搅碎 无法接上 只能单手失礼 是的 正是七家商楼的七智商 他隐约感觉到 柳太尚虽然跨入了元魂 但精神器似乎并不好 这里面恐怕有些问题 而且更让他担心的是 他没有看见柳太尚的雷结 我们要不要封闭山门 一名金丹修士 有些担忧地说了一句 封闭山门 数十年后 我星河派依然会灭绝 我星河派 如果不能轰轰烈烈地活着 那就轰轰烈烈地死去 如此 何必封闭山门 向天一毫不犹豫地说道 挥一 老者点点头 向宗主说对 封山门 他们还以为我星河派 怕了 这件事 不用在这里说 先回宗门大殿